晚上九点钟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说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杨赵坦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 我是杨赵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是猫头鹰出版的新书 书名是《三分钟创世纪》 有一个副标题 叫做《大师短片的奥秘》 作者是台义大的吴佩茨教授 吴佩茨他研究电影 他留学法国 在法国得到了学位 他写了这样一本 非常特殊的书 一方面书的内容 深指于他长年以来 对于电影的认识跟研究 但是在题材上 他选了一部非常特殊的 只有一百分钟的电影 把它扩充写成了 那么样厚厚的一本书 这部电影是浮光略影 每个人心中的电影院 一百分钟但切成了三十几个短片 每一部短片都只有三分钟 每一部短片有不一样的导演 但是参与这部短片的导演 这个名单列出来 真的有点吓人 里面就包括了 侯孝贤 陈凯歌 张艺蒙 蔡明亮 王家卫 这些华人导演 也包括了 Win Wenders Ken Lodge 以及 北野舞 Fontier等等 这些真的都是 当今国际上面 重要的原创性的导演 那因为能够齐聚这么多的大师 来拍短片 所以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 从这本书延伸出来 吴佩茨要提倡 希望让我们能够试着去适应 不要用那样一种 浮光略影的方式来看电影 而是深切地慢下来 专注地来看电影 所以他在书的前面 他就讲了 例如说 短片是如何开始的 然后短片创作上面的特质 短片别具特色 滋繁夜貌 追求不同的精彩亮点 没有办法被定型规范 文无定型体无究竟 张扬个人的标志 意在创作 这就是电影短片的特质 电影短片的创作技巧 包罗万象 特别强调 别出心裁 并不存在着规则跟铁律 以此遵循 吴佩茨说 但因为我喜欢短片 多年来也经常观看短片 所以得来了一些看法 在这里帮我们归纳梳理 包括电影短片的本质 突破实现重围的叙事的策略 以及短片结局的技巧 在这三个方面进行普遍性的观察 那电影短片在本质上 这是很重要的 它都是一部真正的电影 通常当我们说这是一部叙事电影的时候 基本上意味着要有事件 要有人物 要有戏剧性 故事的戏剧性是建立在一连串 具有因果关联的事件的序列上 牵动人物跟内在外在的环境产生冲突 推进叙事 人物的人格特质跟行为模式要有一致性 事件先改变人物 人物也将改变世界 为了要达到目标 主角必须要解决某一个难题 他的是否能够成功 那就归结于关键性的结尾 过了剧本阶段之后的拍摄过程 不管是灯光 镜头 角度 空间 构图的关联性 前后颈的颈身 视觉细节的密度 色彩的象征意义 对白音乐 音效 这三类声音运用的技巧 还有演员表演的视切引导 这所有的一切 在短片上跟制作 剧情长片 基本上是没有差别的 必须要有Messasim 场面调度的 整体完全度 才有办法建立 电影当中最重要的一次性 所以整体而言 拍摄一部电影短片 本质上和长片 没有什么大不同 最大的差异点只是 长片在一定程度上 行有余力 可以充分地变换观点 决定叙事推向 冲突高峰的节奏快慢 戏剧的饱满度 可以更加的细节化 复杂化 短片相较之下 的确 因为受限于时间的长度 让叙事的篇幅 变得比较短 不过换另外一个角度来想 时间短 何尝不是构成了一种 颠覆跟创造挑战的机缘呢 有许多电影长片做不到的 就变成了电影短片 至深的关键 特别是在心里的捕捉一个直觉 巧妙地掌握一次突发性冲突 这些的面向上 由于电影短片得天赌厚的篇幅受限 反而能够更快地触及 故事里最终意念的迸发 其次 这是时间限制背后的特殊意义 以及突破实现重围的方法 时间确实 深深冲击电影短片的形貌 这是短片有的时候 比长片 还有难以掌握的原因 叙事的真正本质 在于时间的地带 这是法国电影符号学大师Mads 他在电影语言 电影符号学导论当中 极具智慧指出 电影时间性的最基本的问题 带坏成比较具体的说法 那就是 每一部电影 在叙述一个故事的时候 都包括了这个故事本身 所包含的全部时间的跨度 还必须要有 表现这个故事 让它可以被叙述出来的 情节的时间 以及让叙事可以被呈现 可以被放映在 荧幕上的物理时间 那电影短片时间上 是短的 就导演而言 这是创作的篇幅非常短 就观众而言 那指的是 荧幕观赏的时间很短 另外 当然也就加上了 理解的时间很短 在这同一条轴线上的两端 对于创作端跟观赏端都是挑战 所以短片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建构冲突 创作出精准的节奏 质感跟意境 那就必须要仔细地反思时间的问题 吴佩茨他说 短片说故事只有一个重点 那就是创作者要订定最小最单纯的一个目标 只聚焦在创那之间揭示出来的一个概念 这样就好 形式越是精简 越能够让观众得到故事的理解 传达出主讯息背后饱满的意涵 所以电影短片 只利于精简地应用一种形式 传达一个理念 去无存经 迷你极简 呈现一个有意涵 有启发性的视角 那再下来 第三点 就是叙事策略 那尤其他认为 长片是不是精彩 取决于开场 但短片是不是精彩 则取决于结局 一部电影短片的创意本身 跟早到能让时间限制得以突破重围的技巧 是并存的 所以短片在结局上特别的重要 运用下坠线形图片发生 跟戏剧性转变的技巧 也就是运用概念源自于 希腊戏剧意料之外 因不可抗力而事件逆转的修辞 作为一种终结短片故事结局的戏剧技巧 在此就变成了有趣的创意选项 要如何显现故事 要如何叙说故事 这原本是电影叙事学的精髓所在 而短片绝对要比长片更加倍地注重结局 加倍地着重 如何有效地结束一个电影故事 理论精辟深刻 开创西方文学戏剧 诗学分析的奠基性文本 那就是古希腊的 亚里士多的诗学 提出了许多最早期 也是最精辟的 理论性的反思 其中对于戏剧分析当中的 逆转情境 还有逆转发现惊奇等论述 到现在仍然可以给我们 无尽的知性的启迪 特别是 吴佩茨就取出来 亚里士多德对于观念的界定 情境的逆转 是随着动作转向它的相反方向的一种改变 而且常按照我们所谓的 概然或必然的规律去进行的 发现 正如字面所表示的 是从无知到知的一种改变 情节有两个部分 逆转跟发现都会引发惊奇 传统剧情长片 要让电影紧凑好看 就需要酝酿上升时的冲突 故事发展到结尾 藉由一连串具有因果关联的 线性事件的序列 最终给出了一项 隐含在整个故事里的主讯息 所以有的时候 可以是封闭时的结局 有的时候也可能是另一种 常见的开放时的结局 也就是事件结束了 但故事本身并没有结束 最后传达出 结局可以有多重解释的可能性 但如果是短片 那么在铺陈之际 要采取逆转发现 惊奇手法 透过各种强劲有力的逆转 就能够让短片更加吸引人 所以结局 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那用三分钟来拍电影短片 要怎么样能够契集电影创作 真正的宽度跟广度 用三分钟拍电影短片 短小微妙 它的处方件又是什么呢 这关键的问题 就贯穿了这本书 而吴佩茨来回答 这关键问题的方式 不是他自己的抽象的回答 像刚刚所念的书里面的那些内容一样 不是的 他接下来就要展开他的示范 用《浮光烈云》 这部电影当中的这么多段的短片 让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些大导演们 当他们在逼着自己要小 而且把小 视为如此重要的性质的时候 他们如何发挥 他们如何突破 我们休息一会儿 等会来继续聊 大家好 我是刘克香 亲近自己的城市 找回城市的温暖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听见台北的声音 拥有有颗热情的心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 FM93.1 感谢你据收听杨的谈书 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到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作者是吴佩茨 书名叫做三分钟创世纪 大师短片的奥秘 这是由猫头鹰出版公司 刚刚出版的新书 在这本书里面 吴佩茨 他特别标准出 安泽罗普洛斯的电影作品 用这种方法 来让我们了解 三分钟的短片要怎么拍 他告诉我们 应该有很多听众朋友 喜欢安泽罗普洛斯的电影 那吴佩茨的看法是 对于任何影迷人来说 安泽罗普洛斯的电影 都像是一本 永远能够反复翻阅的案头书 从他早期的重要作品 《重构》 到他的成名作 《赛色岛之旅》 到《坎城鹰展》 评传团大奖的 《尤里奇斯生命之旅》 到得到了至高堪城鹰展 金钟旅奖荣耀的永远的一天 他每逢电影问世的时候 都会被媒体誉为 哎呀 这是他一生电影艺术的高峰 可是他会继续拍 而且他会在下一部电影当中 再创新游 推向新的天风 即使安泽罗普洛斯 他已经是 屡获世界肯定的 自明的导演 也一直背负着 哲人的重担 透过电影来表述希腊 他也仍然 一直背负着哲人的重担 透过电影来表述 希腊乃至于 二十世纪整体 欧洲的历史的进程 一再提出 发人省事的质疑 在观赏 安泽罗普洛斯的 电影的时候 我们就像是去接受 他的邀请 跟随着他的电影 进入一回心灵之旅 时光逝者如斯 流转本心 景物如诗如画 永不停歇的 这个旅途当中 主要的人物 追寻着历史 自我放逐 电影因此 不只是讲一个故事而已 电影对于 安泽罗普洛斯来说 在本质上 是一组形象的语言 得以在一个表象的层次上 再次建构 第二层的意涵 让影迷心有所感的一种特殊的语言 安泽罗普洛斯 他非常重视观众 他尊重的是电影观众 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观影者跟阅读者 在这中间所具备的影像对话能力 这一点向来最让影迷钦佩 安泽罗普洛斯 他的影像力量优深 宏远 充满了诗意 象征和隐喻 素来是以长拍镜头美学跟摄影机的运动 闻名于世 强化了时间的延续 借由长拍镜头跟摄影机的运动 透过视觉场空 穿越事件跟情节 细腻刻画了表象之下的政治跟历史 个人和群体疏离 孤疾 悲喜 每一个时刻都充满了意义翻转 跟深度解读的可能性 所以才能够让安泽罗普洛斯 他的每一部作品都焕发着史诗一般的深层的意义 那在书里面要特别介绍的是 三分钟这部短片 短片并不是一镜到底 不过它主要就是结合了长拍和摄影机运动 几个极简的镜头 鱼印深长 在画面上我们会看到的是真理魔路 他走进到一间像宫殿一般的电院 里面空荡荡一片 除了他 没有任何其他人 大理石地板跟古典白色朗柱 曾经美轮美奂 像是在诉说着电院昔日的荣光 虽然年纪已经很大了 超过八十岁了 不过曾经是巨星的真理魔路 他是法国新浪潮 永远的灵感谬思 自由耀眼 深居魅力 依然八十几岁了 美得出奇 这个时候在画面里面 他十几而上 走上去一边讲着 有人在吗 登上了电影院的二楼 随着他的目光 前面有一座植屏室立板 张贴着养风人的电影海报 继续再往前走 是第二张海报 那是安东尼奥尼的电影 夜 当真理魔路 他缓步驱前的时候 光线变暗了 放映厅内 光线昏暗 微弱的顶灯 打亮了 雾台前方部分的区域 在那个台阶上 坐着一个人 真理魔路就轻声地喊 Masalo 那是 马斯楚安尼 坐在阴影当中 略垂着头 双手抱漆 带着一些 微微苦恼的模样 静静地坐着 真理魔路 开口了 他那个中低磁性的 嗓音堵败 动人心血 他说 我的内心因为 情感激动而哽咽 约过你的脸 我看见 更纯真 更深刻的东西 而 马斯楚安尼的面容 依旧沉静 真理魔路的美丽与哀愁 就映现在 他的泪光当中 到这里 短片就结束了 因为只有三分钟 但这样的场景 这样的安泽罗普罗斯的电影 就算篇幅再短 看过之后 我们也不会忘记 神秘 太神秘了 只能说 还来不及反应过来 还来不及弄懂 所见的时候 三分钟 就过去了 留下来的 都是场景里 满满的神秘的细节 让人 没有办法从脑海当中抹去 所以 要看这样的电影 你要看到那些细节 你要专注地 可以记得那些细节 摄影师 希拉诺斯 为安泽罗普罗斯 几部电影作品掌镜 是知名的电影摄影师 也是安泽罗普罗斯 他长期合作的伙伴 他在三分钟的短片当中 他用的是 compact的摄影机 用的是一颗 ultimo的 变焦的镜头 搭配 Kinoflow的打光 就这样而已 使用的摄影器材 非常的简单 然而这一部电影短片 却效果惊人 说明了一个永恒的真理 电影的美感跟完成度 绝对不是取决于资金器材 或者是高阶的设备 那取决于什么呢 那是导演跟他的团队的艺术演 还有魅学的风格 这部短片需要意会跟了解 片中的经典引述 才会赞叹短片当中的神奇之处 明白安哲罗普洛斯 他如何运用 最简单在是 纯然电影诗意的手法 让当时的 真理魔路 跟已经去世了的巨星 马斯楚安尼 在电影当中进行一次 真实场景里 绝对不可能的相遇 并且 借由 这就是来自于 安东尼奥尼的电影 页里面的经典台词 所以让真理魔路 和其实已经过时的 马斯楚安尼 共同演了一次 神奇的对手戏 三分钟一开始 所提现的献词 就说献给 MM 那就是 马斯楚安尼 这部短片一开始 安哲罗普洛斯 他就指名纪念 在十年之前过时的 意大利国宝集巨星 马斯楚安尼 这部短片 神奇的关键在于 三分钟片内的 真理魔路 是由他本人演出的 真理魔路 他在拍摄的现场 在安哲罗普洛斯的 摄影机前面 由希腊诺斯 设置完成的 真实的影像 相反的 那当然那边 马斯楚安尼 不是真实的 它只是一个影像 一个从 安哲罗普洛斯 他的电影 养蜂人的 底片当中 被翻映出来的 一个影像 这短片当中 纳入了两部 经典电影的引述 第一部经典 养蜂人 这是安哲罗普洛斯 他导演的作品 而 就是由 马斯楚安尼 担任主角的 安哲罗普洛斯 一来 钟爱并且敬佩 马斯楚安尼 二来 从养蜂人开始 他才正式启用了 像是 马斯楚安尼 这样专业 又知名的 明星演员 对于 安哲罗普洛斯 导演自身来说 那就是结束了 一望 他只使用 素人演员的 创作的模式 在这个之后 他陆陆续续和 知名专业演员 合作演出 他电影当中的主角 这也同时标记着 安哲罗普洛斯 他的导演生涯 进入到 自我转变的歧视点 那第二部电影 是 安东尼奥里 在 1961年的名作 《夜》 在这部电影当中 马斯楚安尼 和珍妮摩路 主演一对 平临分手 貌合神离的父亲 有着非常精彩的 对手戏 是影迷 一定要看的 经典电影 《夜》这部电影 不只让导演 安东尼奥尼 赢得了当年 玻璃影展的 金雄奖 而且也奠定了 马斯楚安尼 他那又鲜明 又迷人的 表演风格 是登上他个人 电影表演生涯 巅峰主演 后来的 《八有二分之一》 跟《甜蜜生活》之前 他最关键的 一部代表作 安卓勒普洛斯 选择引述 二十年前 自己的电影作品 《养疯人》 还有意大利 电影大师 安东尼奥林的 名作《夜》 用这种方法 来纪念 曾经 单纲这两部名作 而在当时 已经去世十年的 马斯楚安尼 这里面 包含最细密的情感 还有 对经典的致敬 如此用意量身 让影迷 深受感动 而能够让 这神奇的一笔 瞬间 挥洒诗意的力量 却在于 虽然马斯楚安尼的影像 是截取自 《养疯人》的电影影像 但 《珍妮魔路》的独白 却是取次于 《夜》 电影的对白 在那里面 最后一场戏 江郎财敬的 名作家丈夫 跟妻子两个人 一起硬要度过了 一夜奢华的 豪门派对 一整夜的派对当中 漫游 迷茫 失落 让人精疲力竭 到了极点 这对夫妻 最后终于愿意 开诚布公 在草地上 坐了下来 彼此再无掩饰地 面对面 忠心倾诉 这个时候 妻子就从她的小提报里 拿出了一张 保管得很好的打字稿 对着 丈夫说了 文稿的内容 那一句话 就是出自于 这个文稿 当然在 《夜》 电影 最感人的地方 是 丈夫 无比温柔 看着妻子说 这句话是谁写的 然后呢 过了一会儿 妻子温柔转头 看着她的丈夫说 这是 你写的 所以 《夜》 养蜂蜂蜃 跟《三分钟》 短片 如此结合在一起 换句话说 短片为什么 能有这么多的讯息 因为 它消化了 因为 它呼唤 召唤了 原来曾经出现过的 存在过的 经典长片 这本书 书名叫做 《三分钟创世纪》 大石 短片的奥秘 介绍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感谢你的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明天同一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